平时只要说到最长时间没有新皮肤的英雄 一定有小伙伴会提到奥恩 但实际上 奥恩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惨 比奥恩惨的英雄有很多 并且这些英雄确实不受设计师待见 本期视频来盘点一些真正的惨王英雄 塔里克 保时这名英雄在2009年上架 属于联盟中最老的英雄之一 上架至今已经有13年了 但至今为止只有6款皮肤 与他同期上架的英雄 例如贾克斯 皮末 剑胜等 皮肤数量都已经到达了14款 保时的皮肤数量连他们一半都不到 并且推出皮肤的速度非常慢 比如泳池派对和灰盾 两款皮肤间隔时间有4年 而后灰盾和太空绿洞 两款皮肤间隔时间是2年 乌迪尔 乌迪尔这名英雄 也是在2009年上架 上架至今已经有13年了 当前的皮肤数量也只有6款 虽然拳头很早的时候就给乌迪尔出了终极皮肤 但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乌迪尔一直被设计师遗忘 比如这祸不是乌迪尔和龙神之力 两款皮肤间隔时间有4年 自从2019年龙神之力皮肤推出之后 乌迪尔又一次被打入冷宫 2022年8月份 乌迪尔重做归来 但依旧没有获得新皮肤 直到2023年4月份 才曝光了墨汁影新皮肤 厄加特 厄加特这名英雄在2010年上架 上架至今已经有12年了 比较出名的惨亡 至今为止只有6款皮肤 很难想象 从2012年推出战地机甲皮肤之后 直到2018年 才获得西部磨影皮肤 两款皮肤间隔时间居然有6年 也不知道厄加特是哪里得罪了设计师 整整6年都没有获得过新皮肤 这份待遇真没几位英雄享受过 在2017年厄加特重做之后 厄加特才逐渐开始获得皮肤 比如2018年的西部磨影 2020年的星之守护者Cose 2022年的独孤眼 平均也是两年才有一款新皮肤 另外有个好消息和各位分享一下 听多多游戏记福利杀疯了 放出了大量游戏津贴 一块钱就能秒杀2023元现金 不用转发 不用拉人 也没啥套路 本来我也不信的 就随便试了试 结果真到账了 支持微信提现 我的皮肤就是用这钱买的 而且有这钱 能在五一全场半价的时候 入手一大波皮肤 当然不只是买皮肤 还可以买别的 比如外设的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有福利一起想 快速抢通道 放在视频下方链接了 直接点就行 名额有限 赶紧试试吧 抢到就是血传 兰博 兰博这名英雄 在2011年上架 上架至今已经有11年了 至今为止只有五款皮肤 兰博这名英雄的人气并不算低 在职业比赛或者路人局 也比较常见 但不知为何皮肤推出速度非常慢 比如银河魔装机神和废土男爵 两款皮肤间隔时间有四年 而后废土男爵和太空律动 两款皮肤间隔时间也有三年 斯卡纳 蝎子这名英雄 在2011年上架 上架至今已经有11年了 至今为止只有五款皮肤 蝎子常年被设计师遗忘 这一点连拳头在开发者日志中都调侃过 沙之守护和天蝎星神 两款皮肤间隔时间有五年 虽然蝎子和兰博同年推出 也都是只有五款皮肤 但蝎子的人气要比兰博低很多 蝎子今年将会重做归来 不知道重做之后的蝎子 能不能让设计师给予关爱 维克托 维克托这名英雄 在2011年上架 上架至今已经有11年了 至今为止只有六款皮肤 在我和小伙伴们讨论 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有好多小伙伴说 维克托一定会上的 确实如此 维克托推出皮肤的速度也比较慢 在2013年 推出造物主皮肤之后 直到2017年 才推出死亡誓约 然后又是间隔三年 在2020年 获得灵能特工 维克托当前最新的皮肤 是在2022年推出的西部模影 以上这些都是上架已经超过十年 但皮肤数量十分稀少的英雄 另外还有奎英和扎克 奎英当前只有六款皮肤 扎克当前只有五款皮肤 这两位英雄 也是刚刚上架满十年 由此看来 奥恩当前并不算最惨的英雄 但奥恩有这个惨亡的前置 奥恩是2017年上架的英雄 雷霆领主和永恒之森 两款皮肤间隔时间有三年 而后永恒之森和太空绿洞 两款皮肤间隔时间是两年 我可以做一项的 然后再做一项的 我可以做一项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